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是气道和肺部的炎症引起气道 肺部的结构发生改变 最终出现气流受限不完全可逆 也就是透不上气 最后呼吸衰竭 慢足肺 这种会致死的疾病 但是却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种小毛病有关系 那就是牙周炎 一牙周小细菌肺部大危机研究表明 慢足肺患病者的牙周炎患病率接近百分之百 牙周炎导致的牙草骨丧失是慢足肺的独立危险因素 牙周炎的严重程度越高 发生慢足肺的风险越高 随着牙周炎的严重程度增加 慢足肺的肺功能也会越来越差 那么牙周上的细菌到底是怎么和肺搭上了关系 牙周炎患者口中的细菌数量比牙齿健康的人要多很多 而这些细菌有可能对我们的肺造成严重的伤害 那么这些在口腔里的细菌是如何进入道肺里的呢? 一 突进一 喘气 咳嗽口颜部都是相同的 我们口腔中有几百种细菌形成了一个呼吸道致病菌的天然楚库 平时我们的喘气 咳嗽很容易将这些细菌吸入气道 从而进入道肺中 二 突进二 血液循环口腔中的致病菌侵入牙周组织 进入道牙银沟内 会造成牙银沟内壁一个一个的小溃疡 小溃疡里面有炎症 锁 以外面的牙银就显得又红又肿 而致病菌可以通过牙银破溃的伤口长须植入 进入我们的血液循环 从而入侵肺部 随着肺部不停的换气 细菌就会进到肺炮的末端 长期滞留 然后就把肺组织破坏溶解 久而久之形成肺大炮 肺气肿 如果平时还有吸烟等不良食好 会大大增加慢阻肺的风险 二治疗慢阻肺过程中 需要对牙周的干预专家临床研究表示 做了牙周干预的患者 慢阻肺急性发作的概率大大减少 肺功能有明显的改善 而有牙周炎但是没有做牙周治疗的慢阻肺患者 其肺功能还是在缓慢持续的下降 所以 初期的慢阻肺患者 在治疗慢阻肺的同时治疗牙周炎是非常有必要的 但不是说治疗牙周炎就可以治疗慢阻肺 慢阻肺的常规治疗是不能改变的 我们要重视牙周感染 对于促进慢阻肺发展的重要性 酸禁剔牙周炎的四大征兆一 牙龈出血 虽然牙龈出血不一定是牙周炎 但是牙周炎的病人如果有牙龈出血 就代表进入了牙周炎的活跃期 二口臭很多人以为口臭是从胃部生上来的 其实85%的口臭来源于口腔 包括致病菌腐败 口内残留了一些蛋白质等物质 从而产生硫化氢气体 如果有常年的口臭 最好去做一下口腔的检查 三 牙龈肿痛牙周炎发展的比较严重时 牙龈会红肿热痛 到了晚期牙周病 牙龈被破坏得很厉害 细菌到了牙根底部 进入牙髓 就会导致牙髓炎 产生疼痛 四 牙齿松动 要是牙周健康 年龄即便很大 也不会松动脱落 如果牙齿松动还是去医院进行检查 大医生建议定期进行口腔检查 半年或一年一次 四三花一叶茶这里给大家介绍一种既可以漱口 又可以饮用的三花一叶茶 可以辅助预防和控制牙周炎 做法 菊花 金银花 槐花 薄荷叶各时刻 开水泡十分钟后 可以用整个茶树一变口 然后再慢慢饮用 功效 薄荷叶具有清凉 爽口 喧肺的功效 金银花具有清热解毒 抑制牙周细菌的功效 菊花具有清肺热 清胃热 清肝热的功效 槐花具有止血的功效 是以人群这个代茶饮 适合肺胃有热的人 比如经常上火 口腔有异味的人 对于患有牙周炎和肺部疾病的朋友也都有帮助 注意平时容易拉肚子 脾胃比较寒凉的人尽量只用它来漱口 不要咽下去 而将其他回应该是施量 泡水的功效 开水的功效 适合肺部疾病 期待 你把人生向着脱脚 打得比 脱脚 压力也有力 活力 丹度不忍一样 鼠搭取了手 底部疾病 折磨到胃口 几下酒 头发失去